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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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却十分红火 2014年9月13号记者来到这里 当得知记者是第一次来到丹州 这位开出租的大哥很热情地给记者介绍起来 他告诉记者 别看这里的经济条件一般 老百姓也并不十分富裕 但是酒吧和KTV的生意却异常火爆 每当夜幕降临时 很多年轻人都三五成群地前来光顾 而且个个出手阔绰 出租车司机的话引起了记者的好奇 既然生活条件一般 那么为什么娱乐消费在这里会如此突出呢 当记者问起其中的原因时 司机的一番话着实吓了我们一跳 对于诈骗 这位出租车司机毫不敏晦 他告诉记者 诈骗在这里早就不是什么秘密 随后他还向记者透露 丹州有很多年轻人 以电信和网络诈骗为生 钱自然来得容易 骗到钱以后 他们就会来到酒吧和KTV消费 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 一个小城真的会与电信和网络诈骗相连吗 为了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 记者开始一探究竟 这是记者在丹州市区的一条街道上拍摄到的画面 对于出租车司机讲述的电信和网络诈骗的说法 会是真的吗 丹州的市民是否知情呢 我告诉你 咱去打听个事 咱们在丹州这边搞网络什么诈骗的特多是吗 你知道不知道 我们那不去搞 记者一连采访了十几名丹州市民 没有一个人告诉我们有关电信诈骗的实情 每当说到诈骗这两个字的时候 几乎所有的人都是笑而不答 而且显得非常神秘 而就在记者一筹莫展的时候 网吧里的一个年轻人向记者透露了一个秘密 他暗示记者如果想知道电信诈骗的事 最好去一趟高黎村 高黎村是丹州北部穆堂镇管辖的一个村庄 距离丹州市区大约40公里 仅靠北部湾 这样的一个小村庄会有什么秘密呢 9月14号一大早 记者坐上了一辆出租车前往高黎村 前往高黎村的路上 记者试图打听一下高黎村的情况 没想到司机除了像我们白手外 其余的话一句不谈 高黎村成了一个谜 从丹州到高黎村40公里的路程 由于路况不好 我们的记者呢一个小时才到 一个村子两个诈骗的字 丹州市民奇怪的表情 这一连串的问号 让记者一时间理不出头绪 我们的记者在这里 到底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呢 会不会有意外发生呢 一个多小时后 记者乘坐的出租车 在距离高黎村大约一公里的地方 停了下来 这条平坦水迷路 是唯一通向高黎村的 马路两边种满了椰子树 放眼望去没有一个村民 而就在这时 一个奇怪的事出现了 一阵刺耳的警报声突然响起 紧接着 一个骑摩托车的年轻人 迎面向记者驶来 当他与记者交汇的瞬间 我们发现 他的目光紧紧地盯着我们 这两个外地人 随后 骑摩托车的年轻人 从记者身旁飞驰而过 而更为奇怪的是 他突然急转回来 在记者的身后 掉头紧紧跟随 村民的异常行为 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为了安全起见 记者以购买花梨木为由 来到高梨村 就在我们打听花梨木的情况时 画面上特为村民不停地上下打量记者 现场的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 记者再也无法向村子前行半步 无奈之下 我们只好原路返回 而就在这时 更蹊跷的一幕发生 在村口 一位老人不停用手指着记者 从他激动的表情中 我们感受到 外乡人来到这里 让他很生气 此时 送我们进村的出租车司机 赶紧把我们拉到一旁 坐到车上后 司机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些忠告 丹州市区几乎没有人会拉着外地人到这个村 今天是个女司机开车 如果换了一个男司机 恐怕就有大麻烦了 你两个人刚刚找到一个 女人呢 那说什么呀 你拉的怎么来 我拉大陆过来 你拉大陆过来干嘛 我不知道 我拉大陆过来 范姐你刚才是不是也挺害怕的呀 妈怎么不怕 骂我又不怕 打你呀 那个村到路口去等你呀 妈一张啊 刚才那骑摩托出来那个孩子吗 嗯 那您怎么知道他那边是诈骗多呀 嗯 那边多 他就不让任何外人进去是吧 嗯 是呀 诈骗再次得到了证实 在记者的再三追问下 一直不愿意正面回答我们的司机 向记者讲述了实情 那边的那里的村子多 就这边的村子都多是吧 嗯 这多啊 这多 我记得你记得你记得就好了 是吧 你记得你记得你 仅仅是去一下高黎村 记者就经受了跟踪堵截和谩骂的三部曲 为什么不让外人靠近村庄 这里难道真的与电信诈骗有关联吗 如果是诈骗 为什么全村都会戒备森严呢 回到丹州市区 记者立即上网 对丹州市高黎村进行了解 当记者输入 丹州网络诈骗六个字时 眼前的一幕让我们大吃一惊 40多万条相关信息 拾丹州电信网络诈骗 2013年10月10号 丹州高黎村村民爆团诈骗 受害人遍布全国 2013年12月 厦门警方破获特大机票诈骗案件 涉案金额50亿万元 2014年1月 大连警方成功破获一起 以改签退机票为名 电信诈骗案 2014年5月 北京海淀公安分局 千里追击 破获系列网络购买机票诈骗案 丹州一些村庄从事诈骗活动 得到进一步确认 那么这里究竟隐藏着怎样一种诈骗方式呢 在众多的新闻报道中 记者经过梳理 一种新型的诈骗方式浮出水面 在这个小村庄 很多人从事着与机票相关联的诈骗 近些年 因为购买机票 很多消费者都落入骗局 2014年1月中旬 家住深圳市保安区的丽女士 通过一家航空公司的官网 给自己的妈妈 订了一张1月19号 从郑州到深圳的机票 就在起飞的前一天 丽女士收到了一条提示短信 您预定的航班 因飞机故障已经被取消 收到短信后 与本公司联系 为您办理退票或改签 以免没票没航班 短信还特别著名 退票的话是全额退款 并多退200元 改签就要收取20元的公本费 最后留下了400-852-8533的联系电话 眼看明天就要出门 航班却突然发生变故 这让丽女士顿时不安起来 本来春运前期那个时候 票就很难买 然后我就很着急很慌 既然短信上说可以改签 丽女士随即拨打了短信里给的400开头的客服电话 对方告诉她改签需要支付20元的公本费 但必须得去ATM机转账 我说那我到贵人机可以吗 就是到家他们人工帮我转下 她说不行 她说你必须到ATM机 因为着急改签机票 丽女士也没多想 赶紧去了家附近的ATM机 她说你先输入密码进去 进去以后你点了一个转账 点转账以后 她就报了一个他们的账号 转账需要输入对方的银行账号 这不奇怪 不过接下来电话那头的要求 让丽女士再次感到了蹊跷 对方要求丽女士 报一下自己银行卡里的余额 我说你问这个余额是干什么 她说我这个余额是要录音 就是保证我们顾客的那个什么 所谓的信用度还是什么的 丽女士相信了这个理由 如实告诉了对方 自己卡里有30460元的余额 随后对方让丽女士 在转账金额一栏里 输入一个六位数字代码 028980 我就说那个0我输不进去 她说那你就直接把那0先去掉 直接说29800就行了 就是这样的输 然后她说 我说你这个是转账金额 她说不是你输吧 我们这边已经收到你那个 所谓的什么信号了 就是我们系统已经现在有 你那边有回值了 就是你现在点了以后 我们这边扣费成功了 然后我就点了确认 然后发现是转账金额转过去 点完确认 丽女士突然意识到自己上当 这个时候我听见骗子那边电话里 把我的那个银行卡密码爆出来了 我就知道被骗了 我就赶紧报警 原来骗子先是问清楚了丽女士 银行卡里的余额 然后编造了一个数字代码的词 目的就是骗取丽女士卡里的余额 为了迷惑丽女士 骗子要求的这个数额 28980 故意低于丽女士的 30460元的余额数 而且还让她在这个数额前面 加了个0变成 028980 猛一看起来 还真像是个什么代码 结果丽女士眼睁睁的 看着自己的28980元被骗走了 气啊 火大呀 就是费都要欺诈了 因为购买机票受骗的人 远不止丽女士一个 在航空公司官方微博的评论里 有很多人都说到了类似的经历 购买机票后 收到诈骗信息 并遭受不同程度的经济损失 网友们还建立了一个名叫 短信诈骗维权的 QQ群 深圳保安区的郭先生 也是收到航班取消的短信后 拨打了短信留下的所谓客服电话 之后被一步步诱惑 通过ATM机转走了近5万元 和丽女士有所不同的是 郭先生被要求在ATM机的英文界面 进行转账操作 他就说你要选那个预备的第二个 第一个按钮应到是一个取款的过程 那第二个的话其实是Transfer 就是一个转账的过程 那他让我按第二个 第二个按好他就说 你会看到一个评文会看到一个长条 他就告诉我说 你现在要把验证码输进去 那我就把验证码说 算了我就马上按圈儿后就 他圈儿也是说你告诉我 他好像是好像输第四个第七个 郭先生没想到输入的验证码 正是被骗走的金额 类似遭遇的还有广州市的邱先生 他也是在一家航空公司官网预定机票后 起飞前一天收到航班取消的短信 和前两位受害者有所不同 邱先生是通过网银转账支付20元的公本费 对方在问明邱先生的银行卡余额后 要求邱先生先故意转错一笔 他就说让我转2400 转一笔失败了账 以失败为目的的账给他们 为改钱代码 对方说转账失败后会出现一个错误代码 这个代码是用来绑定航空公司 和邱先生的银行卡的方便转账 邱先生卡里有23900多元的余额 对方让他转24000元试一下 邱先生留了个心眼 他先给自己另外一张卡里试转了一下 果然因为余额不足转账失败 于是邱先生放了心 给对方转去了24000元 没想到电脑显示转账成功 我就问他 我说怎么会转账成功 我就质问他 他说那可能是 刚好公司给你推了那个300亿的机票费 刚好我那个机票费也是300亿 余额是23900多元 向外转账24000元 余额当然不足 于是骗子抢在邱先生转账之前 先主动转给邱先生310元 将余额补足 这才出现了转账成功的一幕 我转24000是在那个14.22分17秒 但是他们是在那个14.22分14秒钟 也就是说我转出去的三秒钟 前三秒钟 他们给我转了300亿进来 直到现在为止 邱先生郭先生还有丽女士 被诈骗走的钱都没有下落 也没有准确的调查和证据来证明 他们被骗走的钱究竟是被哪一个诈骗团伙骗走的 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 经过多省市的警方调查显示 在海南丹州的的确确存在着 针对机票的诈骗团伙 小小村庄为何如此神秘 背后隐藏了多少不可告人的秘密 他们那是一个电信诈骗的一个 高发地周边的一些村落都以这个为生 我的航班究竟被谁取消 机票改签怎样设下诈骗陷阱 2万4是在那个14点22分17秒 但是他们是在那个14点22分14秒钟 也就是说我转出去的三秒钟 前三秒钟他们给我转了300亿进来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欢迎回来 我们看到邱先生郭先生还有另一事 仅仅是买了机票之后收到航班取消的短信 就被骗走了几万元钱 那么海南丹州专门针对机票的诈骗团伙 又是以怎样的方式来进行诈骗的呢 据北京市警方后路 2014年年初 北京警方先后接到了20余起与机票诈骗有关的报警电话 报警的时候也问咱们国安机关 说我们这个信号莫名的就被盗刷了 反正经过走访 我们把这个施主叫来 最近在哪把这个自己的这个卡号啊泄露出去了 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出去了 他们就说呢就是买机票 经过对20余起案件的梳理 北京警方确认 20多起的机票诈骗案 基本是由5个犯罪团伙所为 犯罪地点全部指向海南丹州 2014年6月 北京警方出动100多名警力 立即前往海南丹州市实施跨省抓捕 从北京出发之前 上了给咱们的这个陕阳的面课试试 这个案子是必须破 而且是必须把嫌疑人抓起 第一啊咱们这个这个案子 以前碰到的很少 几乎就没有 这是一个新生的一个一个盗刷信用卡 来买机票 5月30号 几名侦察员率先抵达了丹州 通过和当地公安机关的沟通 他们发现一个棘手的问题摆在面前 他们那是一个电信诈骗的一个 高发地周边的一些村落 都以这个为生 所以对于警察到丹州去办案 他们也非常警惕 在丹州警方的配合下 很快侦察员们便锁定了 五个主要诈骗团伙所在的村落 并制定了详细的抓捕方案 在村子里实施抓捕 然而就在侦察员们 去熟悉地形和抓捕路线时 他们遭遇着和记者暗访时 遇到的一样的麻烦 我们当时是三个人去了 打了一辆车 从到村门口 我一看 前面村口村委全都有人 而且以侦察员的意识来讲 一看基本上他在村口 不是乘凉的那种 因为很热天 他就是有义务的 就是那种忘分 而且升车一进来 我们一进来 眼神都是不一样的 根据丹州警方的前期摸查提供的信息 警方判断 这有可能是一个全村很多人都参与的犯罪团伙 如果直接在村里实施抓捕 势必会引起大的麻烦 他们就是大家族式的那种抱团 是非常严重的 要想从村门村里带走 也是很困难 第一个抓捕方案就此放弃 因为现在这村里 有可能不止一个嫌疑人 有可能他这一团伙都在他们家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 侦察员们放弃了 第一个进村抓捕的计划 转而从其他方面入手 经过几天的蹲点 侦察员追踪到了其中一名 样貌较为明显的黄发嫌疑人 平常他特别喜欢上网 而且他有一个习惯 他都不在家 他喜欢在网吧上网 我们从他网上的痕迹来看 他喜欢玩游戏 跟了他两天都在网吧 到第三天没去 第四天也没去 我们这俩 侦察员就非常 焦急了 侦察员们就这样一天天 焦急的等待 第五天 黄头发犯罪嫌疑人 终于重新出现了网吧 经过上讨后 北京警方和海南丹州警方 联手的同时交损 经过调查审讯 这个黄头发的犯罪嫌疑人 只是五个团伙中的成员之一 他并不是诈骗团伙的主犯 那么机票诈骗案的主犯是谁 他会等哪里呢 他们网上的信息里 我们发现 有一主犯 发布了一条信息 他最近要结婚 这条消息 让侦察员眼前一亮 侦察员判断 这场婚礼 势必会有很多人参加 觉得他是一个 非常好的抓捕机会 第一 因为他那个 犯罪方面聚的人很齐 很齐 第二 他当时结婚 戒心应该不是很大 防备的心力 因为他正在沉浸在 新婚之中 对于侦察员来说 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如果顺利的话 可以让整个团伙 同时落网 所有的警员 一下子紧张起来 一共去了 二十多个民警 各有分工 没人就是 一个萝卜一个坑 人盯人 你人盯人的方式 没有人替班 这个抓捕方案 非常周日严谨 每个警员 都有自己对应追踪的目标 十二个小时的等待 没有人提拔 过了就躲在角落里 肯两口面包冲击 此时 大家都在等待着同一个命令 领导 领向 实实抓捕 我们就以 人盯人的方式 每两个人抓捕 一个嫌疑人 就是很快的 就是三十米 我感觉 非常快的 就是 制服了嫌疑人 带上烧炕 压上车 大概 以我感觉 也就三秒到五秒之间 扎眼之间 这个五人构成的犯罪团伙 极高负面 此次行动 北京警方在海南丹州 共抓捕 涉嫌利用打折机票 盗取他人信用卡信息 实施犯罪的嫌疑人 27名 无一漏碗 调查时 记者了解到 利用购买机票 以及向乘机人 发送虚假的航班 取消信息的网络诈骗 分为多种类型 第一 犯罪嫌疑人 以代理顾客 购买机票为由 正常收取费用后 为顾客出票 却等待消费者 取得行程单后 再向航空公司 退掉机票 拿回现金 第二 克隆航空公司官网 或者某个旅行社的网站 并且在网站上 植入木马病毒 窃取消费者的个人信息 第三 攻破航空公司的 常旅客信息系统 拿到成绩人个人信息后 向成绩人 发送航班取消信息 并留下虚拟电话 诱骗消费者 在刚改航班时 骗走消费者信用卡上的资金 第四 利用网站发布机票打折信息 用低价吸引消费者 并留下植入木马的网址 致使消费者个人信息泄露 根据警方提供的信息 海南单州的诈骗团伙 是从2012年年底 开始从事网络诈骗的 诈骗的形式很简单 他们只需要一台电脑 和一个手机 从网上购买一个 以400为开头的 所谓客服电话 再通过非法途径 购买用于实施 诈骗的银行卡 然后通过互联网上 发布各大航空公司 机票退改签等相关内容的网站 并附上贾客服电话 坐等着受害人上钩 侦察员告诉记者 犯罪嫌疑人 利用盗取的信用卡信息 勾结机票代理点 重新出票 套取现金获利 是目前机票诈骗案的新招数 警方透露 为了逃避打击 和快速分散资金 还有很多机票代理点 与诈骗人员相互利用 他们找了非常多的代理点 全国上海这些大城市都有 上海云南 成都重庆都有 对于咱们后期的侦破案件取证方面 也增加了非常大的难度 机票诈骗在单州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产业链 有的村民还将亲朋好友 拉入到了犯罪团伙 其中还有兄弟兄妹合伙作案 妹妹假冒客服人员 帮助哥哥诈骗他人 一旦有人被骗 还有专人负责立即到附近乡镇的银行ATM机上 取出非法所得款 团伙就支付10%的费用给去拿钱的人 他们以航班被取消 提供退票改签服务的名义 利用旅客着急出行的心理 实施短信诈骗 不仅让消费者蒙受了财产的损失 同时对航空公司的信誉 也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消费者 第一 购买机票应该通过官方网站 官方客服电话 机票代售点等正规的途径 避免使用搜索引擎 打开陌生的票务网站 第二 在收到类似航班取消 航班变动 机票退签改签 发票行程单等等内容的短信时 应该通过航空公司的客服电话 机场的客服电话 以及官方网站等等多方的渠道 进行合适确认 不要盲目倾信 来路不明的信息 更不要拨打短信当中 所提供的陌生号码 按照对方的要求去转账 第三 网络购票时 要注意保护个人的隐私 切勿向陌生人 透露自己银行卡的卡号 有效期余额等等相关信息 好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 感谢您的收看 稍后请您继续关注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